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可以恢复准时发视频了 好 然后我们开局给大伙稍微省略了一点啊这个发育的时间咱们直接开始进攻 右边的这个散兵啊他并没有对我们发动进攻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对他发动进攻哎你不来打我 你不来打我那又不能代表我不去打你对不对 咱们啊打的就是邻居 好 先准备好我们的小车 小车准备好了之后直接传送到粉色家里面 粉色有好多冰哎粉色把冰卖了那非常好我们直接传送过来套上铁木 你看他的这一些啊三星的冰全都是我们斯能坦克上好的经验 再过来把他的辐射直接带走你看 我们刚好是不是缺少一点建筑跟我们的好兄弟小粉啊要一下建筑 小粉下面有个游里赶快过来电量掉这个游里 好你看 现在啊这个小粉 好多的这个好兄弟叫下来没有用啊 全都是 我们的经验的对吧 我们的磁能坦克 造这个磁能啊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针对 小粉的这一些大门啊要不然的话小粉的这一些兵呢 有点难以抵挡 我们造新牛的话 想压兵啊他有好多免疫免压的兵啊 好 咱们你看 直接在对面的脸上造维修场修一下我们 残血的磁能坦克 然后呢 他是不是就成为了我们一个非常完美的炼击场了呀 好你看我们的磁能过来 疯狂点对面的这一些 什么大头啊什么辐射啊 都是上好的经验的对吧 好 那现在 是不是 这个小粉啊基本上他就没了 然后你看小粉把他这个楼里面的变全都给他拿出来了 想换掉我的重工 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呀 那我的建筑你能随便打吗 直接过来把他这一些坦克全都给他垫掉 然后又过来动我的维修场啊 这个维修场可不能没了啊 没有这个维修场 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在他家里面 拿完经验之后直接修坦克了呀 这边还有两个主机手 直接过来给他碾压掉 我们的这个坦克啊又开始闪闪发光了 哎呀 上面还有个小藤牙 赶快过去拿经验哎呀 结果啊这个小粉 直接他就投降了 那这里面是什么 哦卡了一个防空 履带车 那我这里面呢 卡了一个履带车 是不是 就可以隐身防空了呀 他都看不到我了 好下面啊 我们肯定要跟这个 橙色有一战啊 橙色现在他的这个 海军啊有点多 先拿他的坦克 传送一下他的海军啊 绝对不能 让他的海军啊 过来搞我们了 对不对 好那么 目标 已经确定了 我们警戒了之后啊 肯定是要跟下面的小藤那有一战的 毕竟现在最靠近我们的邻居 就是这个小藤了 啊小藤那他是一个 会不断 刷出来 冰的位置啊 他的那个位置啊 刷冰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然后你看 这个小藤呢 说了一句 你要打我吗 啊这个小藤说要打我们的 我肯定要打他呀 咱们呢 不喜欢多聊天啊 咱们只喜欢用 死记说话 你看 这一波啊 咱们的三星磁能火力非常的猛 跑到对面的环境里面 把他的这些光能啊 全都给他垫掉 然后这个时候啊 咱们不要贪 跑到下面 垫掉两个天气两个 赶快撤退 哇你看 全都是这一些 三星磁能啊 你看我们的手 也非常的长 他想过来搞掉我们的磁能 很明显没有什么机会 我们再用超时空过来 处理一下他的这一些 船 好你看 结果啊 这一波小城哪搞了好多的蚊子过来 但是 我们的这个重工里面的防空车啊 他好像 打不了 然后卡在里面他没有办法输出啊 好 那我们啊防空车 走个位 走位 走位 拉扯拉扯 给他 多来一点小蚊香啊 好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啊 咱们就又守住了对手的一波反坡 然后呢 他又搞了这两个基罗夫啊 基罗夫还是一星的基罗夫呢 这个一星的基罗夫啊有点肉 不过问题不大啊 那边的建筑啊 咱们给的那都无所谓 直接 持人坦克再次 套上 黑天墨 跑到对手家里面 疯狂电疗 你看 他的这一些建筑啊 根本就接不住我们的 好 电的差不多了 赶快撤退 啊因为啊 我们的这一些坦克啊 十分的省规 啊 这绝对不能 随随便便就把他给浪费了呀 对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对手的基罗夫上一下新鲜的 玫瑰 虽然说咱们这两个霉群 好像有点脑痒呀 好 一波走位拉扯 对手的蚊子啊 完全不是我们这个 玫瑰的对手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只需要再等一下咱们的铁木装置就OK啦 哎哟 丢了一个三星防空车 有点小亏 哎呀但是他的这个基罗夫 基罗夫太肉了 我们的这个苏俊的防空车 打他基罗夫的效果啊 好像有点差呀 这要是盟军的多功能啊 感觉这个就出个三星 他的基罗夫已经掉下来了 虽然说咱们的这个AOE火力啊比较强 但是有点打不下来 这个维修场看来是美了啊 不过呢 这么多基罗夫啊 也就只是打掉了我们的一个维修场 那很明显呢 咱们完全不可以啊 好那你看 现在啊我们的超时空 研究就绪啦 直接过来压掉他的坦克 来我们套上铁木 不过啊这一波 给对面的防空车也套了一个 但是问题不大 咱们哪有点射 有手操啊 哎过来啊 把他的这些坦克全都给他点掉 然后剩下的这些三星大便 都是我们新铅的经验 直接过来带走他的基地 再过来打一下他的电场 咱们再手点掉他的光量坦克 以及他的溪流坦克啊 一波走位想点掉我们的智能坦克 没有机会 我们的智能坦克直接跑到 空车队的旁边 这个失血的智能啊 咱们紧连要做不能掉啊 哎呀这智能是不是 超时空舔不过去啊 太好玩了 威力啊 实在是有点猛啊 你看 点射对面的新铅坦克 再加上这个建设的输 再加上这个建设的输输 再加上手还长 不要 太爽啊 好我们直接过来 把对手 剩下的这一些光量塔 将地宝全部拆掉 小这个小陈啊 就直接 一波被我们给抬走了 那接下来啊 场上 就剩下两家 非常肥的这个 小子跟小青了 那我们是何许人呢 这场上是两个墙呢 那我们肯定得减量啊 一位二 咱们肯定得减量 直接打对面两个人呢 对吧 那我们先准备一个运输船 准备一个运输船之后 咱们再想看看 能不能用运输船 从对面的后方 摸一个盟军基地回家 这个盟军基地啊 对我们左上角 那是真的非常的关键啊 只要我们 有了双科技之后 是不是 咱们 间谍一偷对手 苏军高科技 咱们就可以 找游离改给 对面打电话了 好 那我们你看 弓兵准备好了之后 这个地图啊 垃圾桶里面 也是可以禁兵的 这就比较 搞笑了 这好兄弟啊 进这垃圾桶里面 捡一下垃圾 好 那接下来 我们一看 紫色外面 也有一个基地 那我们 可以考虑啊 看看能不能拿到这个 紫色的基地啊 紫色的这个基地啊 要是拿到手了之后 咱们是不是 盟军基地 优势很大啊 但是现在啊 有一个问题 你看 紫色的基地旁边 你看他幻影也来了 幻影来了 上面还有 三门大炮 这我们要怎么 才能借到他的基地呢 但是啊 问题不大兄弟们 你得知道 我们的这个 借术 是不是啊 极度强悍 直接见到基地 赶快拆走 对面幻影来了 赶快拆走基地 我的基地呢 怎么传了一个幻影过来啊 难道这一波 咱们手术慢了一点吗 基地没有传过来啊 没有基地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了 咱们只能去 其他的地方啊 再想办法 看能不能拿到基地了 那这个时候 观众家说了啊 那你为什么不先套 铁木呢 其实啊 先套铁木 反而过不来 你先套铁木 对面坦克直接 抱到你 铁木基地的旁边 要传就一起传过来啊 所以 铁木的话 还是不太好用的 你看我这个时候 我就在想了 哎 右边青色 也有一个基地 赶快拉上运输船 哎不对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刚想拿运输船 去拿青色基地的时候 哎呀我的基地啊 你怎么被传到 到了这里了呀 这个我就有点感到奇怪了 竟然基地传到了这里 好像是啊 卡到那个山体 结果呢一卡 他卡到这里了 因为我们那边啊 那个桥是断的啊 所以他就会 传到离我们家里 最近的一个陆地了 好 然后就当我们打算 爽爽发展的时候啊 结果紫色来了 哎呀坏了 紫色发现我们有基地了 过来打我的基地了呀 那这一波我们的磁能 能不能一起传回去 哎呀磁能感觉传不回去了 那没有办法了 这一波磁能啊 咱们就来个最后的倔强 竟然敢揍着我们的磁能 你的这一些脆脆的 暴死磕磕 咱们的磁能啊 能一下子打掉对手好多坦克 哎呦我的天啊 我以为他就这么多坦克 怎么还有一大片的树啊 哎呀那坏了 感觉这一波咱们 绝对要死了 这要怎么顶得住他的 如此强大的进攻啊 你看我在这个时候啊 赶快点了一个这个 五位级战舰 这个五位级战舰将在我们 最后关头啊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让我们的基地 也得找一个地方 赶快展开了 对不对 哎呀结果这里 矿卡了一下 但是下面对面的进攻 已经来了 赶快展开 你看 紫色好多的 这一些 幻影加上光能啊 我们赶快把基罗夫也调过来 还好有这个五位级战舰啊 对面不敢从上面进攻了 但是下面 我们的位级好像有点够不着啊 赶快用这个 五位级过来炸一下对面的幻影 然后呢你看 对面的光能啊 并没有跟上幻影 我们的尤里啊 也控掉了对手的一些幻影 对不对 五位级战舰赶快炸一下 对面的集中点 对面的光能来了 光能来了 但是我们的尤里位置非常好 用他的这个幻影啊 卡住高地 我们下面还有个基罗夫 哎呀这一把啊 总算是很艰难的守住了 哎呀 那接下来啊是不是 就来到了我们呢 比较爽的时候呢 贴用裂缝 把这个上面咱们盟军的基地啊 给他稍微遮一下 对面又来进攻了 哎呀这小子在干嘛呀 把这个家全都卖了 他难道是知道我们想用剑链过去偷心呢 把家里全都卖了不让我们偷吗 这有点得不偿失啊 还说这个小子想一波直接拼了 这全家老小啊 全都拿过来了 不过你看 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导弹船已经有三个了 我们的导弹船你看 打对面的这一些多功能 那岂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直接砸出来了两个一星的导弹船 我们的这个导弹船啊 要是升到三星啊 那就非常变态了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 哎呀这紫色家里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投了呀 好 但是啊我们也发现了 小青家里面 好像有苏金的高壳 嘿嘿 这个苏金的高壳啊 我们要是一头的 有游里改 哎呀坏了 这青色怎么这么多坦克呀 这要我怎么顶啊 哎呀这波绝对要死了 这波感觉绝对 赢不了了呀 赶快过来 偷一下他的高壳 但是这点只下来一个 那没有关系 咱们 先摸到手 坦克什么的 赶快全都退一下 基地卖掉 我们现在手上没有钱 这个游里改绝对不能卖 然后你看这么多的这个光能娜 全都来了 但是我们手上有大卫 五位赶快发射导弹 然后我们的黑坦克上去 顶住对手的这些光能坦克 绝对不能让他光能娜 过来太轻松 好我们的卫啊 也顺利升到了一个三星 三星大卫 这一发导弹 就看这一波的奇迹发生 瞬间啊 对手这么多的光能 全都被我们的大卫 一下子给炸掉了 再加上我们的游里改 哎呀 这一波 咱们哪也总算是守住了对手的进攻了 好我们再利用他的光能打一下他后面过来的光能 这一步咱们直接雪拽 你看 亲自还搞了很多的这个蚊子 想过来打掉我们家里的这个基地吗 但是很明显没有什么机会啊 这边卡了个牛车 这个地方啊 老是会卡一个这个牛车 就很难说 我们本来 就已经很卡钱了 你还卡个牛车 那更好啊 我们控了一个这个多功能 拿他的这个多功能 咱们能够去捡一个钱箱子 就捡一个钱箱子啊 毕竟我们现在啊 手上的经济 实在是太差了 那这个时候啊 就不得不说了 咱们哪 也可以想办法去借一下 对面的这个香香的矿 怎么我们还控了一下对面的基地呢 很明显啊 这个小青汤难道是想利用这个基地过去 造一个船厂的吗 好我们直接啊 铁木坦克带上一个防空车先过来 吃一下他的箱子 然后呢 我们下车先偷一下新啊 哎呀 这一步也不小心啊 下多了 要不然的话如果细节一点的话 咱们说不定了还能再 搞到一个这个高科技 但是你看 实际上我们这一步啊 非常的血酸 是不是 已经把对面家里面的所有的 陆军 全都 搞光了啊 他的陆军啊 被我们全都搞光的话 我们的优势是不是就很大的呀 我们的防空 绝对是能防得住的呀 这么多的这个 这个煤球车想防住他的这 一些蚊子啊 还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那我们呢 就等一下下一步的超出功了 现在 我们中过的星已经搞到手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去偷一下对手的钞票了 对吧 什么时候现在六七千块钱 也暂时是够用的啊 咱们的煤球车数量 也是完全足够 哎呀 对面啊 分了两拨蚊子 想过来换掉我们的基地 没有关系 我们的超薰魔极限点色 是不是 把他的蚊子啊 瞬间打掉了一大片 然后你看他的蚊子又过来了 想打掉我们的核电 上面的蒙军基地掉了 蒙军基地掉了 问题不大 我们现在已经有油力改了 再过来点色一下 他的蚊子想换掉我的核电 完全没有任何机会 我们的基地也是 并没有掉的对吧 即便他换掉基地 我们也是有蚊顺厂 可以再造一下的啊 好 那我们现在啊 发现哎呀 还在造蚊子啊 本来啊 咱们还不知道 他有多少钱的 看他这个蚊子 造了这么多兵营蜂蜂在造 那很明显的 新色的钞票肯定有很多对吧 那绝对啊咱们 得替他花一下钱了 你照蚊子啊 花钱太慢了 没事我帮你花钱 追下来一大堆的剑链过来 搬一下他的钞票 他的矿场啊 瞬间卖了 但是我们已经进去了 三个剑链了 对吧再过来 吐一下他的兵营 是不是 咱们啊 瞬间发财 坦克进来 能拆多少建筑啊 咱们就尽量拆掉多少建筑 那你看 接下来啊 咱们三个剑链进去 就等于要偷了对手 百分之八十七点五的钞票 咱们的时候啊 瞬间有四万多块钱了 是不是 现在啊 就 非常的爽了 这么多的钱呢 搞到手 一来呢 我们可以造蚊子 二来呢 他就 造不了多少蚊子了啊 咱们呢 先搞一些这个 管子兵 搞一些管子兵 咱们先 顶替一下 先稍微啊 防一下空 然后呢 咱们呢 再造一下蚊子啊 你造蚊子 诶我们也能造蚊子啊 我们也是双颗金 好 那接下来啊 咱们正好 省上有两个光蚊坦克 看看 能不能 多拆一下青色家里的建筑 毕竟我们的技能好了 技能好了 咱们就得用 现在青色啊 这家里面的建筑 还真的不少呢 这么多的东西啊 咱们也多准备两个 两个这个机体车啊 防止待会我们机体车 被对手啊 打掉的太多 导致我们造不了基地 那就麻烦了 好 那我们啊 填起 不对 我们的溪流啊 再加上咱们的这光蚊坦克 队形准备好了 赶快传送到青色的家里面 青色这边还有个基地啊 直接过来 压掉他的三星坦克 然后我们再打掉他的基地 好 对面的蚊子来了 蚊子来了 不要钱 我们直接套上黑坦克过去 追掉他的基地 然后呢 咱们再另外两个光蚊坦克过来 打一下对面家里剩余的建筑对吧 把他的兵营打掉 不能让他再造蚊子了 不过可惜啊 咱们的 铁木的时间 实在是 有点不够了 但是实际上啊 打到这个阶段是不是 已经变成了 爽局了 现在这个青色啊 他再怎么玩啊 都是垂死 挣扎 不过你还真别说 这个箱子位置啊 手上的经济 还真的是好呢 好 我们呢 也多造几个兵营 蚊子 已经造出来了 一大片了 那我们的蚊子啊 也就可以操作一下 对面家里的这些建筑了 对吧 呃 你看他的蚊子 我就不信他不守家 哎呀 结果还真不守家了 想过来啊 跟我换家 那刚好你看 他的这一拨蚊子啊 他的走位 没有看到我们在裂缝里面的这些 没求说 哎那我们呢 就搁这里等一下 你看 没有发现 赶快点下他的集中点 你看 对面的蚊子啊 瞬间掉下去一大片啊 这么多的蚊子 结果就换了我们两个一点用都没有的建筑 是不是 这一波血战的对面的蚊子啊 又全都送光了 好 那接下来是不是 就该轮到我们的坦克登场了 把他的基地啊 直接抬走 你看 对面的手上啊 还有好多的这个防空车呢 那没事 我们这一波啊 黑坦克 哪怕他什么 这防空车啊 对面的蚊子啊 也全都没了 这一波啊 我们的坦克 感觉已经可以 四亿万维 把对面家里全都拆了个金光了 哎呀 辐射来 烫了一下我们的坦克了啊 那没有关系 三星坦克啊 打他的这个辐射速度还是有点快的 哎呀 结果轻色啊 又开始造蚊子了 那我们呢 直接套上黑坦克 能拆多少建筑啊 咱们就尽量拆多少建筑 哎呀 对面这个 上面啊 还有一些防空车呢 咱们啊先分一波兵 看能不能啊 把他的基地 全都给他带走啊 对吧 上面还有个维修厂 不过这个维修厂 感觉可能要拆不掉了 上面有两个维修厂嘛 好我们过来呀 压住他的这个维修厂 这样的话 哎呀 可惜 要是这两个建筑啊 全都打掉的话 他就再也啊 造不了基地了啊 不过问题不大 我们手上还有一大波的蚊子 直接操作弓坦克过来 打掉他的防空 那接下来 我们的蚊子就可以化身 拆迁大堆 好上面的坦克 基本上把他的防空 全都消灭干净了 我们 过来呀 这下面的建筑 人猜则猜 不过他海上 还有这几个海螺 这就搞得 我们的蚊子 跟他的蚊子 打架的时候啊 有这几个海螺 拉偏架 属石有点麻烦呢 对面在这上面啊 竟然还有两个基地 咱们直接过来 打掉他的核电站 核电一掉 他的这些防空 是不是也被炸伤了呀 防空被炸伤了 咱们的蚊子 肆意妄为 这两个基地 白白了人嘞 好了兄弟们 这一把是不是也是非常精彩 我觉得点赞关注肯定也是完全OK 没有问题 因为这对我真的非常的重要啊 感谢各位的点赞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